原标题 历史上的今天 宇宙解谜者开普勒诗事 1630年11月15日 德国著名天文学家 物理学家 数学家开普勒诗事 开普勒对天文学的贡献很大 他发现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 同时开普勒 也是现代实验光学的奠基人 他研究出了小孔成像原理 并从几何光学的角度加以解释说明 除此以外 他对数学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虽然有如此高的成就 但是开普勒的一生并不顺利 他生活困沌 家庭生活也不温暖 是一位悲情人物 笔者也大致回顾一下开普勒的传奇一生 约翰尼斯开普勒开普勒 1571年12月27日 生于德国的西南部的福腾堡的威尔德斯达特镇 有年体过多病 四岁的时候出千花险些死掉 后来又得了星红热 持续发高烧 使得开普勒的势力受到影响 是一位高度近视的患者 不过他都奇迹般的度过了这些坎坎 13岁的时候开普勒进入郊 为学校学习 16岁时被递递跟大学录取 开普勒虽然身体素质不好 但其脑力却很强 从小就展示出了过人的学习天赋 学习成绩优异 1588年9月25日 他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1591年8月11日 他又通过了文学硕士学位考试 在学校里 开普的受到了天文学教授 迈斯特林的影响 成为哥白尼学说的忠实拥护者 蒂古布拉赫1600年 开普勒受邀成为丹麦著名天文学家 和占星学蒂古布拉赫的助手 蒂古是最后一位用肉眼观测的天文学家 是那个时代观测最准的天文学家 蒂古编短的星表的数据 甚至已经接近了肉眼分辨率的极限 正是靠着蒂古的精准的数据 开普勒以科学的计算方法 用了长达16年的时间进行推算 由此创立了著名的行星运动三大定律 成就了近代天文学的开端 展开全文开普勒另外一项杰出的成就 是发明了开普勒望远镜 他改进了伽利略望远镜的一些缺点 用延长物境焦距的方法 来减少物境造成的误差 这样球差大大减小 市场也变得很大 更有利于测量天体的位置和准确距离 这位伟大的学者 一生忍受经济上的困苦 他的薪水经常被拖欠 1630年开普勒去举行帝国会议的雷根斯堡 索取薪水 到达那里后他突然发热 于1630年11月15日 在贫病交困中既然死去 中年59岁 参考文献 逆境中崛起的天文学家 开普勒 神保有伟大的天文学家 开普勒 立旦文元立聪审任会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小绿文字